黄铁锤大战巧手章 这盘棋锤子以七人之道环至七人之身 他也走出巧手 让对手呢偷腾不已 我们来看精彩实战 铁锤尖身之路 巧手章最挺兵 红的上马 他也上个马跟着学 红旗呢高个横距 他不学了 主义说像 红旗呢也不可像 推起拐脚马 红旗呢也乖要马 黑旗向位居 红旗要是也走一个向位居 那这双方啊就一模一样了 他不了 他选择了一手上马 这个攀和马 你往哪里跳呢 都没有路线呢 那为啥还急着往上跳呢 在这里面呢给黑旗设个陷阱 黑旗呢 感觉到这个马呢 有利用的这个机会 浸泡来驱赶 那红旗呢只能平均保住 黑旗呢再高个横距 防止啊红旗回马 踩炮赤马得子 红旗这时候来一个向位居 黑旗呢再走一个独三进一 独三进一 希望他吃了 他吃上来以后呢 拉住再上马这些手段 那红旗呢肯定不让他居 轻易的出来 整个炮 黑旗呢再高个居 看得出来呀 黑旗呢 这个主导四点还是非常低级的 向平均啊 来吊住这个马 那红旗冲兵 他就放兵过河 盯住 红旗呢 突然间又来一个兵 那本来人家 现在可以上马来攻击你 可以上马踩兵以后 再来攻击你 他呢 就来一个送兵 想什么呢 想以后啊 高炮当炮架来养富 飞旗呢选择一手上马 他并没有选择这个马旗进六 或者说阻气进一 这个旗的正高啊 还是应该走一个马旗进六 双方交换完之后啊 红旗烧好 黑旗呢 也可以抗衡 那这个兵肯定是不能让他吃 停开 黑旗呢 再来一个重鞠来夺 红旗呢 只能高炮 黑旗呢 这个时候再进 你现在炮走的话 丢马了 那红旗呢 就冲炮 打双鞠 那黑旗呢 就来一个一举换双 虽然说一举换双不吃亏 而且呢表面上看 好像黑旗呢 还有一个足过河 红旗的这个双举马炮 这样四个大子 现在都跪缩在家里 好像黑旗返仙了 其实啊 这一切都在红旗的计算之中 红旗平均 黑旗最大的弱点 就是这个二路炮 现在被红旗平均 叼住之后啊 这个阵型呢 就非常不舒服 黑旗上马 红旗在平边上 要打鞭足 以后退回来打鞭 黑旗呢 高炮保住 那现在这个炮被叼住 鞭炮被叼住 这个炮呢 又有任务要养护这个鞭足 应该说已经是 不此失彼了 红旗这时候啊 又走出一步鬼手 上马 你要是吃马呢 那他吃炮 以后呢 再吃足 这个就打破了封锁 而且呢 以后这个兵还要往下冲 你要是不吃 人家下来的时候 马往这一跳 那你隔断之后 这个炮呢 又危险了 所以说呢 这条旗出乎了黑旗的意料 黑旗呢 有点黄了 头上呢 就冒出了阿富汗 他选择踩兵 这样呢 你一上 他给你踩了 你一吃炮呢 还有一个监军 抽你 那红旗呢 不着急 先补一手 飞旗呢 选择了一手高炮 他高炮来 撞去这个边族 也很无奈 因为红旗呢 他有一个 下一手啊 有个高炮捉马 以后呢 再退炮 再平炮 打狗的这些手段 走到这之后 那红旗肯定是开炮了 飞旗呢 回马 准备打兵 那红旗呢 走得非常巧妙 退炮一打狗 炮一走 吃了 人家这个炮有根 他选择了去进一步 那红旗呢 轻轻巧巧的 一手平兵 也就白吃一子 飞旗上马 红旗呢 先陈炮来一将 你要是补个试 那人家又是 线手吃炮 底下带姜呢 落个相 红旗呢 把炮一吃 飞旗 轻炮 现在红旗 白吃一个 但是呢 他毕竟现在 还有拘炮双马 四个大子在进攻 也不能掉于轻心 红旗呢 以攻戴手 定居 下来一手 吃足带姜 要吃你 你现在吃马的话 那这一截把炮吃了 飞旗呢 选择来一手 进马 那你现在 这个马 护肚中足了 但是呢 你中间 头皮厚了一层 你又吃不到这个马了 红旗呢 先挺个兵 不让你去吃兵 跟住这个炮 飞旗呢 就先飞个象 红旗呢 就退炮 来腰队 你现在这个铁帽子 是进攻的灵魂 我一旦把这个炮给你对了 剩这个狙双马 也就 对红旗没有威胁了 黑旗呢 不对 红旗呢 退狙 还要求打马 来拐斥人家一个象 那黑旗退炮 又一打 红旗呢 就点到下而先 黑旗呢 不对 再进一步 红旗呢 把鞠甩过来 黑旗呢 退锯 那红旗呢 赶快把中炮给他换了 黑旗吃掉 红旗呢 再乘个底炮 黑旗选择一手 进马 那红旗呢 顺势出帅 要拔他的底铺 上个市 红旗呢 把旗一飞 这个过河族一没 黑旗呢 心挖凉挖凉的 关键是 过河族没了不错 下一招一回向 一进底居 也就绝杀无解了 不到这 他也只好头子认负了